利用这个地形乱溜巅峰雕刻家舞台机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泰 这一期的话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前锋的教学 那么这一把的话是一个巅峰的雕刻家 然后我们开局的话 刷这个位置的话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是个前锋的话 然后我们可以开局修中场 那么在下个版本的话 军工场的话 这个四合院的板子被削肉 这边的话看到木屋是个雕刻家 那么赶快先拉扯 记住啊 雕刻家的话先拉扯 然后的话就是最好是能够丢失视野 然后比如骗他去想骗他一下啊 就骗他一个镜板子 然后他会可能会夹斩板子 那么六雕刻家的话 就是说他容易这个进行一个交互夹 还有个尽可能去拉点啊 不然的话拉 不拉点的话被粘住的 就有点像帮帮一样啊 然后前面还没说完啊 这四合院的话 四合院的板子会去掉两个板子 那么就非常难溜啊 而且的话下个版本前锋 真的不好说 一个是天赋上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一个选决 选决套的问题 前锋的话都不一定 不一定有现在这么大的优势 那么这一把的话 我们就差不多 然后感觉展现时间快到了时候 就准备过去帮忙这个条石 这条石的话要死了 然后我们看这个情况 前锋的话这边估摸一下 就是说我们能够极限撞 撞完之后然后赶快跑 因为屠夫的话很可能杀我 然后这边的话调整大房 然后我们先预讳一下 看这个他杀不杀我 他好像没有杀我 那没关系 我们这边看情况啊 就是我们也要保护好自己啊 尽可能去帮忙 这边的话再撞一下 哎这个话就死了 然后这边飞轮啊 这边死完之后就要飞轮 然后的话看他敢不敢签 感谢的话我们直接撞 他都不敢签啊 这个飞轮的话 这个时候就用用来 来弥补我们的石户啊 所以这个飞轮带的一手是非常好 那么这句话不敢不敢 这个咱们回旋撞一下 这边不敢不敢翻这个板子 这时候的话 撞一下可以翻板子 因为的话这边呃 敢估摸一下 应该不是金身啊 应该不是闪性啊 然后我们在这边的话直接撞 我蹦一下 蹦一下就老敢跑啊 来这边的话绕圈圈 哎打我一刀好 那没关系 我们再翻回来 然后这边的话让这个调子赶快走开啊 还在休息一块跑啊 我们这一把的话就利用这两个窗户啊 就利用这个大方来就开始遛鬼了 我们首先这个队友的话 遛了一个半台 击溜的还可以破箱了 但是没关系 我们这血量的话就一滴血 那么我们要躲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慢翻 这边的话有细节 就是一个慢翻啊 慢翻干嘛 就是说他在心跳范围里 他不会爆点 他就不知道我翻了这个窗户 他就不敢去夹这个窗户 知道吧 所以这慢翻的 我们这个意义在这里啊 就是说一个有个非常好的用处 在这里 看到没有他没有夹这个交互点 如果说他一般来讲 我听到听到嘟的一次爆点 那么他就夹你你知道 就预判你这个翻完之后一个位置啊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躲在雕像躲在雕像之后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躲一下 然后直接下板就不要不要省了 这一把的话电击应该是够的啊 就是说电击是够的 所以的话我们就尽可能就多拖一会 时间就在大房这边待着 大房的话还没有低压室 是非常好的 如果说有这个地压室的话 就我们就不一定在这里待着啊 或者说更可能不要死在这儿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博命啊 那么我们这对话屠夫传送走了 丢坟场 然后再回来 我不知道屠夫到底什么意思 干嘛呀 他想把我骗出去是吗 不好意思 我今天就待在这儿啊 我就待在这儿 然后我们继续跟你玩窗户 这边的话玩不了 那我们盖一下板子 然后躲下雕像 诶 躲夹夹夹 好没关系 拉点小球翻过来 然后的话这下板 他急了啊 这边的话 雕给他出了一刀空刀急了 那么没关系 我们再跟他玩窗户 然后的话废人就快好了 这边的话不小心慢翻了 那没关系再翻回来 这边的话就不需要一个弹窗加速了啊 这边的话我们没有弹窗 没有关系啊 就是让他翻这个窗户 因为这两个窗户是非常非常近的 就像那种短 短的话 我们就需要这个 有的时候需要弹窗了 不然的话拉不开距离啊 这是要注意一下的 然后我们 就跟他玩 然后这边的话电机快压好了 屠夫的话被迫走了 他再不走 他再杀我的话 其实也没有任何办法 他这个时候走的话 其实也没有办法 你就是你已经一面 已经没有了啊 你只能想办法去控场 那么我们的话 就就修一下电机 看对能不能修开啊 如果说他能修开的话 那么我们就走 如果说修不开的话 我们就继续修啊 他这边的话能修开 那么赶快开机 开完机之后 我们就小门啊 我们看信号 我们这边的话 由于屠夫屠夫最开始的时候 刚刚砍了一刀是大门 那么我们肯定往小门跑的 我们总不能往屠夫在哪边 我们还往那边跑吧 是不是是不是对吧 这样会显得特别傻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就往小门走 那这把的话就轻松的赢了啊 这把就一个比较简单的 我们就是撞一下 然后的话屠夫换追啊 这是屠夫的一个一个啊 后悔的点 我估计屠夫要崩溃了啊 赛号屠夫说什么 说什么出bug的好像是 我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那么我们直接走啊 我们这边就轻松三跑 好 希望视频的话 可以帮我点点赞哦 谢谢你们 嗯